就在前不久,美国海军又谈上大事了 他们的一架T-45C教练机刚要点火升空 结果发动机突然罢工,直接给飞行员来了个下马威 好在飞行员反应够快,没出人身安全问题 但美国海军的脸可是溜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这事一发生,美海军航空训练部立马下了此命令 所有T-45C全部停飞待命,没通知,不争动 那么问题来了,不就是个教练机停飞吗 有那么严重吗 而且这T-45C早不是第一次掉链子了 可这次全面停飞,是不是说明美军的训练体系有大问题 美军到底有没有准备好T代机型 新的教练机又是否能适配美军的五代机航母训练 今天火力军就来为你一一揭晓 首先,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瞧的教练机 在海军航空训练里,教练机那可是关键中的关键 它就像是新手飞行员的启蒙老师 从最基础的飞行操作到复杂的战术动作演练 都得靠教练机来完成 尤其是对美国海军来说 高级教练机那简直是命根子一样的存在 没有它可真玩不转 为什么美国海军对高级教练机这么看重 这事不光跟飞行员自己发展有关 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就一个字,钱 毕竟舰载机飞行员的培养 从来都是高投入高风险的事 美军总不能让新手直接上顶尖舰载机练手吧 目前美国海军的主力舰载机是F-35C 浑身上下那可都是黑客戒 堪称会飞着金戈的 飞一个小时的成本 每个四五万美元根本打不住 这样一个刚从地面模拟器里出来的菜鸟学员 直接开着价值上亿美元的F-35C上天训练 那哪是训练呀,纯属烧钱大赛 万一学员手一抖操作食物 蹭到碰到,那算是可就不是小数目了 所以菜鸟学员必须得有个便宜皮式的陪练机型 让学员先在他身上把各种高难度动作练熟练透 等技术过关了再上人家后 其次,时代变了 现在五代机都讲究隐身 设计上那叫一个精打细算 压根就没留双座教练型的空间 这就意味着以前教官坐在后座手把手带飞的模式 现在完全行不通了 那怎么办 只能让这个陪练本事足够大 能精准模仿出五代机的飞行特性和操作手感 让学员提前适应未来战机的脾气 最后也是最要命的一点 海军飞行员的毕业考试是在航母上降落 兄弟们 航母在海上就是个高速移动的浮标 想在这方寸之地稳稳降落 对飞机和飞行员都是低预级考验 所以海军的教练机自身就得是准舰载机 身子骨必须硬朗 能扛得住一次次砸在甲板上的冲击 还得经得起海水侵蚀 掩雾腐蚀 这也是T45苍蝇 过去三十年里一直在干的活 可以说是妥妥的功勋教官了 要说T45苍蝇这飞机出身那可是相当名闻 它的原型是美国大名鼎鼎的英式教练机 妥妥的欧洲贵族血统 当年为了适配美国海军的需求 这架飞机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魔改 美国人把它的机身骨架从头到脚加过了一遍 换上了两条粗壮的大长腿起落架 专门用来承受航母降落时的暴力冲击 还加装了着剑钩 强化了机身结构 硬生生摆一款陆基教练机 改成了能上舰的海上用汉 从90年代初正式上岗 这位功勋教官就兢兢业业 把一代又一代美国海军飞行员 从菜鸟带成老鸟 可以说今天你在大洋上看到的 每一个王牌飞行员 都得管T45叫一声老谁 但英雄也怕岁月催呀 30多年的风吹日晒 加上高强度的训练任务 这位老将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首先爆发的是缺氧门 T45的机载制氧系统时不时就抽风 好几次让飞行员在天上缺氧头晕 差点出大事 这事当年闹得沸沸扬扬 飞行教官们集体罢工 直言着飞机不修好 坚决不飞 紧接着就是它的发动机 闹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F405发动机 据报道 从2022年到2025年 就因为发动机涡轮液片故障 整个T45机队被飞机按在地面停飞 你想想训练计划排得满满当当 突然通知所有飞机全发窝了 什么时候能飞 全看运气 这不仅耽误飞行员的训练进度 还让新手成长的节奏彻底乱烫 更关键的是 时代在进步 战机在更新 T45的技术已经跟不上汤了 当学员们未来要驾驶的是满式触摸屏 操作界面跟科幻片一样的F35C时 你还让他们在一个带着80年代技术底子 一表一对按钮的老飞机里学习 这中间的代沟也实在太大了 学员在T45上学的操作逻辑 到了F35C上基本没用 相当于重新学习 所以给T45找个接班人 已经不是选择题 而是迫在眉睫的必答题 美国海军要是再犹豫 未来的舰载机飞行员 可能都要断档了 就在美国海军急得焦头烂额 到处找替代机型的时候 意大利莱欧纳多公司的 M346大19电机煽量登场 说起M346的身世 那可太有戏剧性了 它身上居然留着俄罗斯的血 故事得回到上世纪90年代 当时意大利奥莱尼亚马基公司 和俄罗斯雅克福列夫设计局一拍即合 决定联手研发下一代高级焦点机 两架共享技术共同攻关 1996年还成功试飞了雅克130D验证机 本来合作挺顺利 结果到了1999年 因为双方在项目需求 优先权上谈不拢 再加上俄罗斯遭遇严重金融危机 资金链断裂 这场跨国合作只能无奈分手 分手后 俄罗斯拿着技术搞出了雅克130 而意大利人则把全套图纸带回了家 用西方最先进的标准重新打磨 最终打造出了M346这个升级版 虽然俩机型算是同富异母的兄弟 但M346可比雅克130强太多了 它的体型更轻更小 飞行包线更广 机动性更好 推重比也更高 雅克130因为发动机项目取消 只能用推力更小的DV2发动机 航电系统也笨重 性能上被M346甩开一大截 那么这个M346到底有多厉害 咱们来好好唠唠它的绝火 首先是气动设计 它采用了大边条设计 还装了大面积前缘机动机翼 和独特的一根一刀 这些设计能延缓握流破裂 极大提升升力和大营角飞行性能 最觉得是它的最大可控营角能达到40度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机头都快垂直朝天了 飞机还能稳稳受控飞行 这不正是五代机最爱玩的超级动动作吗 M346全部都能精准模拟 让学员提前体验五代机级的飞行感觉 其次是座舱和航电 直接对标五代机 两座舱都配了三个彩色液晶多功能显示器 和一个平视显示器 视野贼好 前座飞行员平视视角 能到正时度到-16度 后座更是达到正时五度到-6度 方便飞行员随时掌握飞机状态和战场态势 同时它还支持手不离杆操作 飞行员不用低头找按钮 在操纵杆上就能完成大部分操作 这跟F35的操作逻辑一模一样 更贴心的是 它还有一键救命功能 不管学员把飞机飞成怎样的姿态 只要按下这个按钮 电脑立马接管 帮你恢复平飞状态 对新手太友好了 再者就是动力系统 安全感直接拉满 M346装了两台美国霍尼维尔的F124涡轮发动机 这可是实打实的双保险 F45也才只有一个发动机 发动机一熄火就只能往下掉 而M346就算坏了一台发动机 另一台也能称赞安全返航 对于成年在海上低空飞行的海军来说 这多出来的一台发动机 那就是多出来的一条命啊 而且这发动机是模块化设计 维护起来特别方便 能大大降低后期使用成本 最后是武器挂载能力 M346不仅能训练还能打仗 它有9个武器外挂脸 机身下一个 机翼下6个 一间两个 最大外挂能力能到3.1吨 必要的时候 它还能加装多功能火攻雷达和电子战设备 直接变身战斗或攻击机 妥妥的一级多用 这么一款极高机动 先进航电 双发安全 和多任务能力余生的教练机 简直就是为美国海军 量身打造的完美提身 好了 现在俩选手都亮明身份了 一边是功勋卓著 但老太龙中的苍蝇T45 一边是身怀绝技 但初来乍到的大师M346 按理说 M346在技术上 对T45就是降位打击 但有个关键问题 一直让人纠结 M346是陆基教练机 没经过舰载机改装 能满足美国海军的需求吗 要知道 航母将落对飞机的要求 可不是一般搞 机身结构 起落架强度 着剪钩设计都得专门游换 M346没这些设计 难道这会成为它的致命短板吗 兄弟们 转转来了 美国海军自己把游戏规则给改了 由于美国海军发现 随着F35C上智能逐渐系统的普及 让餐料学员在教练机阶段 就去挑战真实航母降落 既危险又没必要 所以他们正式宣布 新一代教练机 可以不用具备实际航母降落能力了 你没听错 连陆地上的航母模拟降落训练 都只需要飞到最后阶段 复飞就行 不用真的砸在模拟甲板上 这一下 M346最大的技术障碍 瞬间就消失了 莱翁纳多公司那可是反应神速 立马就跟美国本土的比奇公司合作 推出了海军定制版M346N 专门针对美国海军的训练需求 做了优化 开始大力推销 而且他们推销的不只是一架飞机 而是一整套训练套餐 这才是最让人无法拒绝的地方 M346有个绝活 叫嵌入式战术训练系统 说白了 就是能在天上玩超真实的 威亚空战游戏 系统能在飞行员的显示器上 虚拟出敌机导弹地面目标 让你一个人就能练出 以敌摆的战术素养 当然 想吃美国海军这块蛋糕的 不止意大利人 美国本土的豪强波音公司 也没前阵 他们推出的T7A红鹰教练级 已经被美国空军选定 现在也在全力争取海军的订单 毕竟是美国制造 进水楼台先得月 在政治层面和供应链保障上 有天然有水 一场外来者M346 与本土强者T7A之间的激烈竞争 已经正式拿开序幕 可能有军迷朋友会问 M346一个外来户 凭什么跟波音的T7A摆手腕 其实 M346的底气 可不只是技术先进 首先是成熟度高 M346早在2004年 就收费成功了 2007年就拿到了 意大利空军的订单 之后又出口到以色列 新加坡 波兰等多个国家 累计交付了不少家 飞行时数早就过万 可靠性和实用性都得到了验证 而T7A虽然是美国空军 选定的机型 但海军版还停留在 图纸和测试阶段 什么时候能定型交付 还是个未知数 美国海军现在急着换交链机 可没耐心等一款 还没成熟的机型 其次是成本有优势 M346的采购单价和使用成本 都比T7A有竞争力 根据公开数据 M346的采购单价 大概在3000万美元左右 而T7A的单价 已经超过了4000万美元 再加上M346的发动机 维护方便 燃油效率高 长期使用下来能省不少钱 对于经费紧张的美国海军来说 省钱可是个重要考量因素 再者是交付速度快 M346已经形成了 稳定的生产线 每年能生产八架 要是市场需求大 还能提升到每月一架 而T7A因为研发过程中 遇到不少技术问题 交付时间表一推再推 美国海军已经等不起了 他们需要尽快拿到新教练机 避免飞行员训练断档 最后是国际关系加分 M346虽然是意大利主导研制的 但它装的是美国霍尼维尔的发动机 不少恒电设备 也是美国公司提供的 供用链和美国军工体系 有很高的兼容性 而且意大利是美国的盟友 采购M346不仅能拿到先进装备 还能巩固盟友关系 一举两得 当然M346也有短板 比如它的隐身性能不如T7A 而且作为外来户 在国会山的政治游说力度 肯定不如波音 但总的来说 M346的综合实力 完全有资格成为美国海军的 下一代九点机 故事讲到这 脉络其实已经很清晰了 T45苍蝇的退役 已经是板上叮叮的事 它的接班人之争 说到底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比拼 而是技术成本 交付速度 政治因素和军工利益的综合博弈 M346大师 技术先进 成熟可靠 成本可控 还有经过实战检验的全套训练体系 堪称完美接班人 但它终究是个外来户 在美国军工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下 想拿到订单并不容易 而T7A红英 虽然海军版还没成熟 但它有美国制造的金字招牌 背后有波音这样的军工巨头撑腰 在政治层面有天然的优势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是美国海军的决策者 你会选择这位技术一流经验丰富的意大利大师 还是会选择更出生正统的本土红鹰呢 你觉得M346能成功拿下美国海军的订单吗 除了它和T7A 还有没有其他黑马可能杀出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好了 今天关于M346教练机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 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 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 首先 它的外形还圆度做得相当不错 比例准确 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 材质也说得过去 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 其次 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 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 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 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 价格确实比较亲民 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 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 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 请顶不上 那么想汗